那還有下到各區的所謂的就業推展 有多少的光自己中心直屬的單位就十幾個 就業務量很大 對 那你看一個站能夠幾個人 在這種狀況裡面後面在等的人啊 每個人都積得像什麼 都積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但是啊 但是在前面接受服務的人 他也是像鍋上的螞蟻 只不過是冷鍋上的螞蟻 只不過是前面的希望說面對的服務的人員 能夠跟他多談一點 多提醒一些 但是後面在等的 他會急著像熱鍋上的螞蟻 會希望說前面的最好不要講了 也就輪到他來跟這一位來分享 那在這種狀況裡面 你就可以知道說所有救護站 在目前這種這種狀況裡面 他所面對的工作量啊 大概可能是一般人的幾十倍 他忙連上洗手間的時間都沒有 好 那我現在知道了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 他一定要互相打氣 我現在知道了 局長剛剛講的都有一點點背景 我知道前一陣子有人投書 對 沒有錯 對這個救援服務中心的服務 稍有不滿 後來聽說主任被撤換是不是 對 因為他會希望說 他會希望說 說像一般的不經過審核 但他不知道說 整個失業給付的部分 他一定要審核 因為如果沒有審核好 他到時候要付的是刑事責任 但是問題是後面的人會等的不耐煩 所以大家都有情緒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要處理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 因為就像好市長所講的 我們必須要苦民所苦 所以我們一方面必須要兼顧民眾的情緒 我們必須要兼顧同仁的情緒 所以其實在市政會裡面 我也是在跟所有的同僚在分享 也就是說其實我覺得同仁是做得非常好 但是同仁也需要被打氣 不過我們在整個工作上 我們還是必須要考慮 如何去面對民眾的情緒 局長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覺得這位主任被撤換 你心裡覺得有一點 站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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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心裡覺得很替他複捨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部分是我下的決定 不是市長下的決定 更不是救護中心主任下的決定 所以那個事情 如果說有什麼 有任何差池的部分 那部分是我自己本身必須要去面對的 那是我下的決定 市長從來不干責我這塊 所以你很掙扎對不對 你會不會很掙扎 因為你的同仁也很努力嘛 我必須要去衡量 在整個狀況的思維裡面 什麼樣的狀況能夠讓整個大體上更爭辨 所以我想局長 您這樣的一個決定的目的 就是希望所有的你的屬下 都能夠真正理解那些失業者內心的感受 對 然後雖然那個張力很大壓力很大 氣氛很緊張情緒都不好的狀況下 你還是希望為民服務 還是必須要以服務的一個心胸 沒有錯 沒有錯 好 那這個小三分委員 你在旁邊看有沒有皮剉剎 其實我們 我們其實在過年 過完年 榮立年這個第一天 其實我們在過年前就已經前面備戰 那包含我們目前 所以一點都不能出錯就對了 所以難怪我剛剛問你 你好像有點壓力說 你的工作也不見得是鐵飯碗 對 然後我們就是說 我們目前也補助我們 我們局所的那個 就服務中心一些臨時能力 讓他們能夠稍微有一點紓解 對 因為畢竟要服務民眾 也要把自己做好 對啊 自己心情不好怎麼服務啊 是 所以這樣講 你有沒有feel better 有 雖然你沒有工作 但是這些公務員 其實也是日子很難過 是的 所以我想這段 剛剛我們有稍微提到一點 就是民間的力量 其實更重要 我們現在這一波 大家都把眼睛看政府 好像我今天沒有工作 就是政府的責任 所以政府要幫我找工作 其實這不一定是正確 其實自己也有責任 所以我們先請我們的蕭政 稍微跟我們講一下 剛剛我們局長提到 其實我們比較龐大的 那個雇用人力的一個資源 是來自民間 可是事實上很多的企業 是很辛苦的 你要不要講一下企業 怎麼樣來跟你們申請很多的補助 讓他可以活得好一點 對 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我們那個 就業補助的部分 就是雇主 雇用勞工 事業勞工的時候 我們給他補助 所以我們目前在積極推動的一個立即上工 那目前原來一定一萬五千名 那目前執行力也達到百分之九成 大概一萬三千名 那縣市政府也都很幫忙 台北市政府也都很幫忙 執行得不錯 對 目前已經達到九成了 就是我們原來一定是到年底才會 可能會執行到年底才會打 那我們現在也沒有上限 這個是減少一些企業在用人的人士會的負擔 那其他還在就像立即充電計劃 還有充電價值計劃 就是藉由補助訓練 企業來辦理在職訓練 然後也補助他的訓練費用 跟他在這些參訓人員的一個每人一百 那個人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企業在辦理這些 除了資格的話 他參訓人員也可以薪水給他補貼 就是說我參訓人員也可以得到薪水的補助 所以重點就是說一個好的企業 應該珍惜人才對不對 希望能夠多多的留住人才 而不要隨便的讓他裁員或是錢散掉 而能夠善用你們這邊所補助的金額 那現在目前如果已經執行90%的話 那未來是不是有增加的計劃呢 我們主委先是說這個立即上風計劃 是目前沒有上限 所以我們一定會就是 即使超越目標 我們還會繼續努力再做 我想問兩位這個官員 一位中央的 一位是地方商要問一下 現在目前失業者 他們對於這個政府的資訊 會不會有的時候也不知道 或是沒有辦法上網 所以以至於他不知道他的權力在那裡 有時候讓他自己的權力睡著 你要不要講一下 怎麼樣能夠讓民眾更多的來知道 政府所提供各種機會 我記得局長也寫了一篇文章也提到說 其實有一些大家不知道 所以政府擺在那邊也沒有人去申請 我們先請蕭政委員長 等一下我們請局長補充一下 我想說這個資訊 其實目前都很方便 你即使寫個E-mail 往哪個部會 其實往哪個部會丟 第一個我們一定會去回應 那我們也設立了民會的鑽線 我剛剛提到 0800777888 就你對就位服務跟職業訓練有相關的 那我們也有相關的網站 包括你可以進入撈會的網站 職業訓練集的網站 或是我們那個科技客戶 就前國就位一網這個網站 進去你如果把你相關的問題都可以 那當然另外有一個我們在實體 就是我們在前國 前國就位服務站 我們都有一個實體 如果你可以 如果真的很多信息 你想說我去了解 我就到就位服務站去詢問 那我們想剛剛我們的台北市 也是有所屬的就位服務站 都會提供那個我想 應該提供樂切的服務 好 我們的局長 其實一般來講 本來每個人就有不同的屬性 但是我們不可諱言的 就是說中高齡的事業者 他們在整個資訊上 其實他們是比較弱勢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宣導上 其實我們必須要加強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好了 就像剛剛林市長所提到 我那篇文章變對事業超 出來以前立即上工 執行力還不到30% 出來之後執行力120% 真的 真的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寫一些文章投稿 雖然明明是已經是局長的人 有的時候透過這個媒體 來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政府有很多的政策 民眾不知道 等到文章出來以後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這方面文學是不是要加強 我們問一下 其實我們這一個像 以立即上工來講 我們在不管在媒體 還有文宣 還有那個雜誌 或是報紙 其實都有所披露 但是因為可能民眾在接受 這個信息的部分 它會可能會有時間上的落差 因為等於一個信息出去 那當然我們計劃 我們也會依照民眾的需求 會稍微做調整 那這個部分我想應該 如果目前事業潮這麼嚴重的話 其實大家都會關心這種 其實到就業無戰 應該都會給你詳細的解說 好 那我們剛剛聽到我們的鍵盤手 給我們彈了一個旋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是什麼 你知道這是哪首歌 我不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 Wish you overcome 對 Wish you overcome 它是這個很美的一首英文歌 Wish you overcome 那麼 Someday we shall overcome 那我想我們最後節目 我們是不是請明洪開始 每一位 給我們的失業的朋友 講幾句鼓勵的話 其實說鼓勵的話 雖然你也失業 對 我也失業 對 但我覺得說 就是 其實因為大家都是面對 同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千萬不要把這個問題 就是把它特意的放大 然後反而交成自己的信息 好 那肖子人一句話 我想失業並不可怕 如果我想積極利用政府資源 跟你的民間的資源 應該是此地可待 好 我覺得每個人 當他想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一定要具備三個要件 第一個 我願意 他帶給你動力 第二個 負起責任 第三個 美得讓人家看得到 好 我們非常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這一節2100情報現場 坦白講 我們非常非常鼓勵所有的朋友們 好好的抱著希望 帶著信心 找到好工作 我們2100情報現場 永遠跟你在一起 我們非常歡迎您提供 各種的議題給我們上網看 我們在台灣情報網頁 跟PC網頁 跟我們一起來參與2100情報